大家好 我是陈神威 既然大家都喜欢当间谍 OK的 你找我也找 现在就看到中国的官方媒体的新闻直接爆出来 说中国的留学生到台湾来念书之后 回到中国之后都已经被台湾给吸收当成了台谍了 我们就先来介绍来宾要告诉大家 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吗 首先介绍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熊卫好 大家好 资深的媒体人胡绍成 大家好 还有医书学者邱建一 大家好 媒体公众者康仁俊 熊卫好 大家好 这一次是中国的官方媒体用指名道姓加公布ID的方式 来告诉大家有中国的留学生被台湾策反的消息 真的这样天方夜谭吗 来看这个报道 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网站头条标题 台湾间谍拉拢策反大陆学生 内容报道 台湾利用中国生三线六不限制 利用中国生提供兼职收入拉拢关系 借着付钱索取更多中国机密 我现在目前为止 我现在目前为止 是来台湾第二年没有听说过 但是它的效果很存疑 因为这种机密资料 不是普通学生能够过去 不是没听说 就是把间谍说 当成笑话听 在台中国生有没有被策反当间谍 目前无法证实 但台湾国安局表示 从来没有假借学术名义 从事任何情报工作 不过国台办强硬回应 情报工作已经危害两岸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台湾应该立即停止相关行为 两岸叠对叠 现在是不是连情报站都烧入校园 也曾关注 好 中国写的是跟真的一样 但现在都2014年了 我们要问的是 到底对于大学生来说 是能够有什么机密可以被策反呢 希望他们回去之后告诉大家 中国大陆一个大学生 一定要上多少课 或者福利社卖什么吗 袁俊 当然就这个所谓的情报站来讲 人人都可以是间谍 大家都是 电影都是这样告诉我们 但是那是以前 对 没错 没错 现在要跌什么 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 就引发很多人的关注 我们先把一下 这个中国官方媒体 他们的报道 他怎么写的我们先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 其实两岸里面 很多大学里面 其实都有所谓的交换学生 这一次的事件 就发生在这些交换学生身上 这一次的官媒 很具体的指出了 有一个人民 然后有他的身份 字号 就连身份证都公布 而且他的手法 都把它公布出来 公布得非常的具细名 查这么清楚 例如我就是这一个 台湾的间谍 然后要准备牺牲 您就当一下 大陆的留学生 他就走过去说 您打哪来 这个北京 你现在在这学校 哪个学校念书 这个明传 我是你学长 这么巧 来这 我记错了 我其实是念中山的 那个我也念过 厉害了吧 你确定是这样的对话 没错 就是这样子 这样都整不倒你 你来这台湾 有亲人在吗 没有 晚上一定觉得空虚寂寞 觉得冷 其实还好 台湾很好玩 没关系 我带你去更好玩 还有更好玩的地方 就去了 就走了 走了之后 吃饭 联谊 然后吃喝完之后 我们两个之间距离 就近了一点 那接下来就开始怎么样 培养感情之后 慢慢就怪怪了 已经跳到第二段 就这个地方 你开始就建立培养感情 之后我就会开始 给你灌输一些观念 什么观念 希望你能够帮我 搜集一些大陆里面 比如像是什么机密 或者是密集的文件书报 什么的 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拿来给我 但是大学生 中国大学生 真的可以办法拿到 你刚刚说的这些机密的文件 他留在台湾这边 当然是拿不到 所以一定是他回去之后 所以他官媒里面 我以为大学生只会上网 跟打怪跟打电动 竟然还可以去收集到情报 千万不要小看大学生 大学生能做的事情 有很多好不好 对不起 我错了 官媒就讲说 这些大陆学生 回去大陆之后 要报考他们的党政机关 原来是不限 这个是长期的工作 是堵他20年后 会不会进到高层 对 所以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 就开始引发很多很多的讨论 我们先讲一下 就情报机关界收集这个 他不一定要是什么 国家机密才算 比如说你的内部刊物 或者他官方的文件这些 其实在情报工作里面 都算分数的 所以他就是讲说 你可能去找这些学生 可能以后就收集一些 比较简单的东西 慢慢地赴以重任 从小的开始就对 未来有一天 他绝对能够成为畅江西号 不能够去出国玩的时候 到对面的话 顺便买几本杂志回来 这样算 这样不算 一定要内部刊物 功力这么高 但这个一弹出来之后 大家就开始有质疑了 为什么 因为绝对说 像你刚刚一开始想说 大学生有办法 就即便他是交换学生 他有办法回去想 捞什么就捞什么吗 而且这个培养的 这个过程当中感觉上 好像也风险很大 因为就有一些媒体去访问说 这些所谓的交换学生 那一些交换学生是讲说 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事情 不过很多人第一个只觉得说 应该有可能 这即便没听过 但可能是台面下了 但是没有了 不可以讲出来 甚至也有人跟媒体报 那这个真讲我们不清楚 就是说有确实听过 有大陆交换学生的 讲过这件事情说 自己有被接触过 有听过就是 那还不是空穴来风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事实 当然不太清楚 因为这个都是不愿意 具名的人这个表示 不过现在以这个报导 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出来 对 那我们的国安局也跳出来 因为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 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 这个范利金他讲的还蛮重的 他说那个学术自由 就是学术自由 你不能够每一次黑手 就伸到校园里面去 残害这个青少年学子的心理 那我们国安局怎么解释 那我们的国安局就讲说 这个当然不会是我们这样做的 所以不是国安局 他就一直否认说 如果是也不可能是我们这样 也不可能是我们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就变得 有点各说各话 那到底相信不相信 因为现在大陆的官方媒体 其实已经爆得沸沸扬扬 连国台办发言人都跳出来 都要出来讲了 代表他们很认真地看 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这边就要告诉他 两边都要补充 这么有兴趣 我先讲一下 我认为这种蠢招可能会有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前国安局 曾经就有两个军官 意图吸收那个跑两岸的记者 结果就被其中一个 很坏的一个坏心眼的记者 然后就骗到 警钟街的一家酒店去 白吃白喝白嫖 然后搞了一顿之后 结果这两个军官 听说后来很迟到 很没面子就对了 很没面子 因为他被这个记者耍了一招 然后这样邱老师 你是直接教过大陆学生 我是直接教过的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学校是跟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那边 有这个交换的合作案件 所以我们的学生过去 他们学生过来 所以我每一年都会交到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所以你都带他们去吃饭 其实我既没有带他们去 这个吃人玩乐 也没有建立人际感情 更不可能 请他们去收集情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其实这些交换生 在学校里面 因为身份很特殊 从对岸过来的 所以其实学校里面 是把他们安排 特别的寝室 而且他们有 甚至有些安排 而且是有跟他们 住在一起的 所以至于说 那个什么邀请他们 建立什么感情这种东西 最后吸收起来 我想这个事情不太可能 更重要的是 交换生来台湾 只有一学期而已 十八周 就很快就回去了 十八周就回去了 十八周就把他灌疏 十八周到复 连妹都保不到这样子 很快是你要不要吸收他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这有点困难 所以就会引起了一个讨论 但是因为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坦见大动作的 直接炮轰这些台碟 所以引起了关注 也不禁让人眉头一皱 怀疑说 你会这么样的大动作的报道 应该是有不单纯的一个内情 是不是因为当下四中全会之后 要订立了一些 什么所谓反间谍法 其实是跟政策的宣传有关的 对没有错 事实上刚好中国 他现在正要订定 所谓的反间谍法 他要做一些动作 那要告诉你 什么叫做间谍 那我们说人家叫共谍 人家就说我们叫台谍 反过来 台谍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是对中华民国是有利的 虽然他做的是廖北亚的事情 但是是对国家有利的 那么这个情报工作事实上 这次中国的环球时报 其实环球时报就是现在 几乎就是中国用民营的方式来做 等于说 这个共产党的传身筒就对了 他直接点名三位 所谓吸收来台湾的大陆学生 直接点名的 他们跟我们真的不一样 相片登出来的 名字登出来 甚至都给你登出来 表示说我辽若指掌的意思 一位就是台维光 一位林兆伟 另外一位许其军 这都是大陆学生 而要死不死 虽然国安局否认 对不对 那要死不死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刚好是军情局的二处 台北组的相关的人员 这些人去吸收了 台维光他现在挂中校 然后林兆伟少校 许其军是上位 那他这样公布 当然他里面的公布的内容 有多少的事实 我们不知道 因为根据国防部的惯例 他的这个发言人 军事发言人出来说 媒体报道有很大的出路 但是出路多大 恕不封告 都不讲 对 不讲 到底出路到什么程度 我不知道 那这三个人 确实是军情局的人 那么听说台维光 因为这个消息曝光了以后 被强迫退伍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他有没有退伍 我们就知道了 对不对 那么事实上 他们在这次的事件里面 详细的叙述 比如说这个许其军好了 他们详细的叙述说 他是用所谓宜兰大学 学长的名义 接触这些路深以后 攀交情 套关系 然后再包括林兆委也是一样 说是用高雄示范大学的 研究生的名义 跟他们来往了以后 反正理由千篇万画 不是学长 那么就是说 我的家族有在大陆有事业 所以大家 接触他们了以后 提供一些打工的机会 那金额又不能太高 太高一开始会打草惊蛇 你有戒心 所以金额一万五三万 不等这样子 慢慢加就对 甚至于你可以有一些 这个路深不是喜欢投稿吗 发表意见吗 针对这种比较张扬 比较等于说喜欢出风头 欲吸收就对了 那么比如说投稿的话 一个字一块钱这样子 稿费让你打打工这样子 不过重点在这个地方 如果路深这么轻易的 就可以背叛他们的祖国 中国共产党跟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话 那真是太神奇了 太神奇这么容易 没有说为什么呢 你看你在情报的吸收 这个下线的这个过程当中 事实上要非常的谨慎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不小心 就把自己的身份给曝光了 很简单的 因为在座各位 我曾经受过这个情报的训练 情报部件 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 情报的转递 传递等等 那通常根据本人所知道 我们必须把一个证据 传递了以后 透过几个你所布的线 到时候传到特定的人物那边 人家已经点名了三位了 你也不要忘记 对外大量的吸收我国的台商 当他们的共敌 大家都是一样 就吸来吸去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一天到晚 就报人家的新闻 人家回报我们三个照片 也OK 而且如果因为这样 把你照片登出来 你就要热令退伍 你看看 多划算 我三个月时来 就跟你报几张 对不对 你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美国也曾经公开把 中国的相关所谓的 网路骇客的 那个网军的照片 那个负责人 也一样把它公布 他的目的 就是要造成你们的破坏 原来如此 但是我们讲说 对比现在的报道 出来的一个情况 我们都是在找 他们的大学生 或什么大陆新疆 来当这个台蝶 那他们来都吸收的 都是我们军方的高层 从炮炮到新兴的 什么通通都有 如果要对比起来 我们真的是输满多的 要看看说 如果先前的报道 都是真的 我们的这些高级的 这些将官 都是间谍的话 已经流出去了 多少的军事机密呢 孝伟哥你怎么看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包括我们的 地对空的防空系统 或者说是我们有什么 可以攻击到对方的 也就是对方有盾 我们要有毛 我们的毛要比他的盾 还要坚固才行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对我们的这些 情资的收集 也可以说是非常广泛 而且兴趣的 等于说层面非常多 例如以载台而言 这个还不是我方 主动公布的 这个居然是 有美国的Defense News 也就是国防新闻周刊 说这几年 台湾的很多 退役的这些军官 因为常常跑去大陆 然后就把这些 很多相关的这些资料 跟讯息 就带到大陆去了 被美国人讲出来 对啊 这其实说真的 还蛮让人吓一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台湾很多军官 他在退伍以后 的确他就可以赴大陆 不管是经商旅游 那你如果是在一些 比较敏感的职位的话 你有这种所谓的 两年的管制期限 也就是两年时间 管制时间到了 你要去 才可以去 那很多军人退伍以后 他当然虽然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认为 军人本身一定 他退伍的时候 会有一笔退休凤 对不对 但其实你知道 有这个退休凤 就代表你有这个钱 很多你一些 其他的学长 什么或学弟 比你早退伍的 也会对你这个钱 很有兴趣 所以有时候可能 没有多久就发生一些 财务上的这个 困难以后 又刚好去了大陆 然后就被大陆这边 可能用金钱的方式 来看看 你有没有兴趣 把你以前服役的时候 所有兴趣的东西 来跟我们讲 例如说 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 有一位海军的 退役的王姓上校 到了大陆去 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 半夜被人家 外面一个穿着 非常清凉的女生 站在那边 但他抵抗住了 你说的嘛 对 他抵抗住了 但是还是有人 没有抵抗住 所以如果说 有什么小辫子 被人家抓到手上的话 就完蛋了 回来的话就 在跟他以前 在部队这些学长 学弟在联络联络 你有什么东西 上面以前 我承办的那个案子 现在做得怎么样 那我们不会 这些重要的通通 都已经流出去 当然照国防新闻 周刊说法 是像这个E2 那个鹰野2000预警机 是我们这个最新 这个才换装完成的 因为这个鹰野2000预警机 其实它本体来讲 它虽然说 跟美军现役的这个飞机 可以说是一样 而且有更新的资料站 所以大陆就会 对它这里面 相关的一些作战 一些参数 比如说它整个 比如说工作站的组成 或者说是 它里面是用 什么样的语言去写的 然后它这个资料 是如何传递等等 当然大陆对于 我们这个万箭弹 又更为有兴趣 因为万箭弹 我刚刚讲 大陆他们在 整个东南沿海 架了非常紧密的盾 但是我们要如何 把我们的武器打进去 就必须要有赖 我们有够长的毛 这个万箭弹 发射的空中飞行距离 这一定是他们最想研究的 200公里 所以他们就对这个飞弹 大小尺寸 然后参数等等 甚至包括甚至于 像它里面能够带多少油 费多少时间 另外很重要的 如何进行 直管通勤的管制 也就是飞弹是 如何接收战机的指令 或甚至于来自于战机 更后方战情中心的指令 然后把它发射出去 那同样的 爱国者三 爱国者二 跟我们的这些 天空飞弹等等 是我们台湾防空 等于说非常重要的武器 这个大陆的 不管是低对低的飞弹也好 或者说战机也好 它来的时候 最有可能遭到我们 强力拦截的 就是爱国者三 爱国者二 还有攻二 攻一等等 那对于这些飞弹来说 对他们来讲 可能不是大问题 但是他们最想知道的是 如何把这些飞弹 把防卫网联系起来 整个松整起来 就是后面的直管通勤系统 而这套系统 刚好又是美国人 帮我们建立的 也就是所谓的博胜专案 也是大陆非常有兴趣 想要知道的 如何运作 然后讯息如何传递 之间的通讯协定是怎么样 风包大小 然后等等相关的这些资讯 他们都很想知道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秘密 给守住才行 好 我们先请大家烧票 广告回来 志愿意的这些官兵们 一定要仔细看好了 因为我们要恢复 手榴弹的实弹投植了 以后说投植出去之后 真的要赶快趴下 因为真的会爆 马上回来 伊斯兰国在网络上 播出IS战士发射 监射飞弹的照片 经过武器专家分析 确认是中国制 飞弩六行 监射飞弹 照片显示 一架伊拉克直升机 疑似被这种飞弹 打成废铁 美军原本享有的空中优势 似乎受到严重挑战 外界推测 IS应该是从拜逃的伊拉克部队 或是向其他叙利亚民兵组织 取得这种中国制的 飞弩六型反空飞弹 飞弩六飞弹射成3800公尺 足以打下阿帕契直升机 和地面攻击机 虽然战斗机和巡航中的民航机 不在攻击范围之内 但任何飞机的起降过程 都有可能遭受攻击 随着ISB进巴格达机场 这个威胁更加迫切而明显 好 美国人不派出地面部队 所以强大的空袭行动 就是他们最强大 打击伊斯兰国的最大的优势 但现在新闻传出来 如果他们这些伊斯兰国 拥有了这些防治空优的武器的话 对美国人来说 是不是会非常伤脑筋呢 孝雷哥 当然了 伊斯兰国现在在发展 跟茁壮的过程中 实在做了很多令人发指的事情 但是现在让大家最担忧的部分 是他们居然获得了 这种所谓的监设防空飞弹 这就真的糟糕了 我们那时候之前曾经也讲过 这种监设防空飞弹 厉害厉害在哪里 就是说它其实如果有单兵 攜带的话 它可以躲在建筑物里面 当你的直升机或飞机 从附近飞过 突然从窗口伸出来 然后往上一秒钟 完成发射车去发射以后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来不及反应 你根本躲都躲不了 对 你反应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的短 那以这种像FN6这种防空飞弹来讲 它其实就是 参考美国的这种 我刚刚讲的这种刺针飞弹 做出来的 它其实也是用一个 红外线的这种巡标头 地对空的短程的这种防空飞弹 射程大概差不多是 一万两千多英尺 也就是大概差不多 三千公尺左右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说是 对这种低空的飞机 真的是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IS的部队有可能就从 叙利亚的武器库 或者是从伊拉克的部队中 就他们打赢了 然后就把它拿走这样 对 就接收到了这个东西 因为这种携带型的防空飞弹 真的非常难防 甚至于如果说今天 你跑到这个机场的附近 看到今天有重要的飞机飞进来 然后就把这个飞弹 还不一定要战斗机是不是 特别是那种民航机 在起降阶段的时候 特别容易遭到攻击 这太恐怖了吧 对 之前那时候美军 刚攻克这个伊拉克 然后那时候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 就有几架起飞的这个飞机 遭到了这种 攜带式的这种飞弹的 防空飞弹的攻击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说在整个战场上来讲 对于你现在来说 当然交战双方的时候 你这个飞弹的最主要目标 是攻击对方 第一飞攻击的像那种 攻击机啦 或者是武装直升机啦等等 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 落到恐怖分子的手里 他就跑到这个民航机场附近 找个民航机把它轰掉 所以你看美军的这种 像载有高级专员的这种军机 这是美军自己的军机 现在不能靠近这一对 他比如说他进到巴格达 或这些到那个机场 他一直都维持一种 非常特别的模式 就他其实飞机是飞得很高 大概五六千英尺 然后等到进入机场范围之后 突然往下俯通 对就是预防他 不敢从很远的地方开始降 就是预防他被这种地面攻击 或者说在整个飞行的过程中 采取大的那种S型的这种动作 去甩掉这些飞弹 所以这种飞弩6 FM6这种地对空的 单兵的这种防空飞弹 对我刚刚讲的 不管是这个战机也好 直升机来说都是威胁 而且最近 最近还听说 这个IS对不对 他已经俘获了一些飞机 不管在叙利亚 或者说伊拉克境内 都俘获了一些飞机 那他俘获了这些飞机以后 他居然建立了他空军 又拿来自己用就对 对 他这个当然 这个飞机他是他米格机 但是他已经有 叙利亚这个米格机 藉由之前伊拉克的飞行员 训练这些伊斯兰国的这些战士 可能选出这个适合的战士 或甚至训练的人 自己跳下去飞 那干嘛 他已经出过任务了 也就是他在那个实战中 已经起飞 然后进行对地攻击的任务 当然你目前 你不管是叙利亚的飞机也好 或当时伊拉克 落入IS这个飞机也罢 像这个是L39 就是当时由捷克 所生产的一个教练机 这个由叙利亚所使用的 但如果他这些飞机 目前来说 他是不可能威胁到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美军为主的这种空中攻击 因为美军他有战斗机 甚至于他也有空对地的 这种防空压制系统 所以这种东西 对美军来讲是没有威胁 但是对于这种 空中攻击力量有限的 包括像叙利亚政府军 或甚至于是其他系统的 像库德族民兵等等 他的这个攻击力就很大了 所以就看到 要头痛的不是只有这些美国人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 千锤百炼的志愿一官兵 也真的要注意为什么 因为传说中的 手榴弹的实弹投植要回来 这样子回来就是告诉大家 以后拉开插销的时候 喊投植出去之后 你真的要赶快卧倒 因为手榴弹会爆的 对没有错 这个已经终止13年的 手榴弹实弹投植训练 那么即将在 这个等于说成功岭 跟步训中心两个基地 两个手榴弹的投植场 正式重新恢复了 那么过去13年前 就是因为这个手榴弹 我们台湾生产的手榴弹 它的品质不太稳定 品质不好 我们玩电脑连线游戏里面 有一句专业术语 我常常听我儿子的 电脑连线游戏出来 小心手榴弹 这句话为什么说 13年前品质不好呢 因为在十几年 二十年前的时候 台湾还有十大枪击药饭的时候 实践歹徒 所丢出来的手榴弹 包括到我们军部队里面 偷出那一整箱 28颗手榴弹都拿出来 然后警方在攻坚的时候 警匪枪战的时候 他就丢出来了以后 负责攻坚的这些霹雳小组 他们就带队官就 小心手榴弹 然后所有人握倒 所有人都拿那个防盾盾牌 没爆 没事啊 十箭里面有九箭没有爆 这品质也太不好了 可是问题是 他不爆对不对 他爆得又麻烦 为什么呢 在不该爆的时候不爆 不该爆的时候爆 那就糟糕了 所以后来 这个13年前 因为有这个品质上的顾虑 怕造成无畏的伤亡 就中止了这个手榴弹 实弹训练 就不完 对 没错 那开始怎么样 训练亚弹 像我们大概 大概在新训中心的时候 你都丢过手榴弹的训练弹 我都是丢训练弹 就是个铁球 对不对 那里面是空的 拿出来就大家都丢 30就及格了 没有错 至少有的人还丢不到 是一二十公尺 对不对 然后有的人像 但是这种会失真 为什么 像王建民 他手都可以丢出 150公里时速的球了 对不对 他一丢71公尺 不过满分 如果里面真的是手榴弹的话 他可能就没丢那么远 因为里面装填那些火药 什么东西的 所以实弹跟训练弹 还是有时间的落差的 所以如果你总不能说 一个阿兵哥 从头到尾训练都没有拿过 都没有丢过真的手榴弹 那他到时候丢的时候 会不会紧张 会紧张 这要怎么练 所以因为这样子就开始 恢复在新兵训练的时候 就直接让你重新恢复丢 不过还是选择以志愿役的优先 因为义务役的 毕竟有的时候 一些菜鸟天兵有没有 比较恐怖就对了 志愿役就没有天兵 志愿役因为你要天兵 也没办法 你要继续做好几年 你逃不掉的 所以你是好赶快训练 你这关都过不了 你再来这几年 会只等什么办 无老百姓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状况下 好 由志愿役开始 在成功领跟步训中心 恢复丢子手榴弹 那么丢子手榴弹的过程当中 因为有的时候 总共有两万多颗 预备让他们丢的 全部经过X观看过 X观看过 还要先验过过 对 验过 对 用高科技来验 可是问题是没有丢过 其实也没人知道 里面有没有受潮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至少说先验过 先确定OK 至少这个是好蛋 可以应该理论上 他的这个缺 不会爆的亚蛋比较少 所以重新恢复了以后 有这个等于说部校 包括这个国防大学 三军官校等等 这些入伍的一些新生 就开始要实施 为期八周里面 就有这个所谓的 投蛋训练 不知道他们是兴奋还是紧张 对 然后问题是 怕说你要丢的时候 毕竟有的时候 还是会害怕 所以还是要有指导员 对不对 指导员一起来 你会抖 我一掉下来 所以指导员要一起 跟你合拿这个手 我刚刚记得指导员 其实在料不去 这个很惨 没有错 因为他要陪很多人 一起拿这个手 没错 对 然后丢的时候 而且你要 讲是讲说新兵 对不对 志愿意你来丢 可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丢的 这是一个荣耀 你知道吗 所以要经过训练 有本事才能丢 经过淘汰机制的 为什么呢 有些天兵 体能比较差了 你丢一二十公尺 那个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对 太紧张了 那种天兵的 那个也是很危险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所以因为有些时候 在丢手榴弹的时候 公坦北没有 没有经过真正丢的人 就跟跳伞的时候 跳不下去一样 会害怕 所以常常有个 不小心一丢 对不对 手榴弹没有往前飞 就往后掉 那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有指导员 在指导你一起丢就对了 那过去的话 不是每个部队 都可以丢手榴弹 大部分还是训练弹 比较多 像我们那时候 要训练的时候 也没有丢 那个实弹的手榴弹 但是他会让你丢什么 会让你弄TNT 用雷管信管 来引爆这个 TNT的黄色炸药 还是要你感受 就是要你有那个 震撼的感觉 这个就好像当年 陈公岭一定要走过 震撼教育的训练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要讲说 这样的故事出来 要告诉大家是 实弹投掷 绝对不是开玩笑 那个是玩命的 所以天兵止步 避免炸死 一堆自己的同胞 所以也就是说 电视剧里面 拍的搞笑剧情 在这个之后 是不会出现的 我们就来看一看 电视剧里面 搞笑的片段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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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新兵赖虎鱼 手榴弹投资厂 第一次投资 你干嘛 祷告 投资 好 等一下 你干嘛 我会叫你丢手榴弹 你往上扔干嘛 我被你炸死 连着被你炸死了 回去重牌 开哪里 投啊 你要投干嘛 丢啊 我叫你丢手榴弹 你丢棒球啊 你还你是黄建民啊 灰虫丢 好 拍电视剧是比较夸张啊 但是呢 天兵这一项划时代的产品呢 是真真正正的沉在这个世界上的 不要说我们的部队有天兵 然后呢 其实呢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其实也有天兵 他们是有实弹投资的 就曾经呢 公布了许多这种吓死人的例子 也就是把手榴弹乱丢 插点炸死自己的 下午诚哥 像我们这种当过班长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在丢手榴弹 就要丢出一个混蛋来这样 真的啊 为什么这样讲 不只害人还会害起 就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这种情况呢 那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 这样子 尤其都是大陆那边的 解放军的这样子 丢只手榴弹的情况呢 有些呢 你有没有发觉 他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地镇定 熊啾啾气 拿了手榴弹 有没有 拿了之后呢 结果一出 哎哟 吓死人了 打到墙 打到墙壁 弹回来 还好旁边的教官 马上拖到旁边去 这反应要快就对 要不然的话 马上就阵亡了 大概没多久 家里面可以领到抚恤金 真的很危险 这其实要小心 还有那个什么 广州那个 云南那边也发生过 一个女兵的丢手榴弹 女兵也要丢实弹 女生有没有 然后丢手榴弹 一旦是精彩可奇 对不对 大家看了就很愉快 你没看 他在丢什么 他丢到哪里去 乱七八糟 丢在自己脚下 是啊 他简直在丢绣球花 这边的荧幕这样再看一次就对了 你看见没有 他在丢哪里 对 重点他在干嘛呢 这是真的还假 你没看 吓得他旁边一堆人 有没有 赶快到旁边一个壁弹坑里面去 有没有 就躲藏起来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实弹 要演练的时候 这些兵真的是要练过才行 不能像这样乱丢 其实我们的军方的这些训练员 包括教育班长 真的要去看一下对岸 他们的训练手在过程中 他连续练手在过程中 是吧 里面看那个手刺 我怎么觉得很像在丢绣球花 或丢练包 结果那是手榴弹 很像是在跟男朋友 在打情骂架之后 不赖了 从那一丢这样子 那怎么行 那还有很多种情况 还有 其实有没有 还有很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 这超级经典 看你们看 丢出去了 就又弹回来 就弹回来了 还有这个 他的长官 而且你看长官是把他拖下去 把他拉下来 对不对 你会发觉很危险 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所以其实有了这些例子 我们这部队恢复实弹投资之后 也要想办法防治 其实我蛮担心的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在士官队的时候 你蛮担心的 对 我们也丢过 我们曾经有发生过几个 那个 最后当时士官队的同学 那时候我们在丢实弹 不过以前丢实弹 那个情况 他是在一个制高点上面 然后呢 而且呢 他那个手榴弹说实话 你掉地上的话 有没有 脚一踢 大概下面有个钩 东就滚到山下的面前 那就糟糕了 不会啊 所以要及时赶快 把他踢下去就对了 不是因为那个班长 随时都在等着踢手榴弹 我们那时候在丢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 大家不会怕吗 我跟你讲 当兵的时候 丢手在怕一种 丢实在怕一种人 你知道什么 我们俗传叫奶油桂花手 为什么 就往前丢远一点 有这么难吗 他手特别的软嫩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呢 只要一拿起来 他手就软掉了 拿到软 我们就 我又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子 要丢之前的时候 看起来钱 然后呢 拉什么保险销 然后呢 开始有没有 开始投资 就掉下来啊 掉下去的时候 我们那个班长 立即就一脚都踹过去 然后就把他给踹到下面去 这也有一种 这班长很勇敢 每天都在玩命就是 如果不这样搞的话 跟着就一起殉职 你看多倒霉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现在的兵打仗 会有手榴弹 可以帮你撂到很多的敌人 那对于考古的历史 古代的天兵天将们来说 没有弹怎么办 当然就是靠着一把宝刀 或者是宝剑 行走江湖走遍天下 但是我们看电视剧里面 那些文明的宝剑 都很厉害 对不对 邱老师要告诉大家 其实那都是拍电视 真正的剑 没有削铁如铁 那个都是要看铸铁的技术 有没有发达 对吧 没有错 其实我们在看电视 或是看小说的时候 经常看到那个侠女或侠师 一出场的时候 手上都拿一把什么清明剑 以天剑这些东西 什么土龙刀这些东西 砍来砍去的 厉害的 不是拿到就天下无敌吗 不只天下无敌 拿到就帅十倍这样 真的 男主角 女主角也更帅了 但是有个问题是 古代真的是 侠士都用刀 都用剑吗 告诉各位 其实都是骗你的 都是骗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来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的话 事实上是我们大概整理一下 这个古代的武器 中国过去武器的列表 那这边有刀跟剑 那剑长这个样子 我想大家认得吧 那个刀的话 因为刀柄这个地方烂掉了 所以这个刀柄应该在这里 这都是考古挖出来的 那另外右边那边 有成个长顶的武器 这边有毛 还有割 这个东西比较少见的 但是它长顶 意思是说 只有剑头 矛头这个地方 是铜制的 那它的那个毛身的部分 是用木杆的装起来 割也是一样 那至于说 斧跟月 那个读音为月 它基本上是属于 砍踢的武器 那这就是用刺的 所以这都是那个时候 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 就是古代的武器的长相 就长这个样子 其实这个武器 后来一直使用到 大概清代都还在用 各位别想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只有材质变的而已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这边的刀 还有这边的剑 其实只是存在于 某一种的仪式场合里面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实战兵器 既不是刀 也不是剑 是毛跟割 或者是用砍的 斧跟月 可是常常电视剧 那些大侠出去打架 都是拿刀 拿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根刀了不起 40公分 50公分而已 跟西瓜刀一样长 人家拿了个毛 一公尺6 一米6 一吐的话 大侠立刻变成串烧 所以这个可能也没什么用了 那剑这个东西的话 更好笑了 为什么呢 其实各位知道 这个剑整把剑的话 它的长度大致45公分左右 告诉各位一个事实说 其实这个中国的剑 从早期发展到擎带的时候 这个剑越搞越长 越搞越长 后来一把剑 变成一公尺长 90公分 到一公尺长的剑 就是越长越帅 这个就跟这个车一样 就是家常的行事 就是这样子 越来越这样 那为什么说 这个剑要越做越长呢 跟当时所谓的 这个礼服的设计 是有关系的 各位应该看过 在小学门口发展的孔子 那个孔子像不是穿那个 那个衣服 很大衣袍 对不对 衣服垂下来的 如果说你配一把剑 只有45公分 配合要剑的话 你知道吧 这么帅度不够 所以还是为了好看就对了 好看 所以那个剑越做越长 越做越长 完全只是为了外形 纯粹只是为了 视觉上的爽度而设计的 不是实战就对了 不是实战就没关系 所以基本上 只有毛跟割 还有那个斧跟月才是 另外金科刺勤王的时候的话 用个剑 也不是用这种长剑 用的是短剑 这不是匕首吗 一把短匕首而已 而且后来 没有杀死秦始皇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剑的 那个匕首跟剑设计的原因 也跟这个有关 跟这个有关系 那告诉个历史事实是 其实当时的 金科刺勤王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杀死秦始皇呢 因为手上拿一把短匕首 大概这么长一根而已 那为什么说 这个剑一刺 没有刺到昏君 是因为金科右手拿匕首 左手提裙子 因为穿了礼服嘛 那个礼服都一定要 坐这么长就对 礼服垂地 所以基本上 你要追秦始皇 一手拿匕首 一手提裙子 而秦始皇呢 当时看到那个金科 掏出短剑出来的时候 他是两手提着裙子落跑 这真的有差是不是 当然有差 两手差 你可以试试看 不然的话一跑就踩到 自己的裙子就跌倒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个金科一边跑 一边追一边跌倒 那个蠢样子 就是那个英雄的样子 那另外的话 还有 秦始皇为什么后来 能够杀死金科呢 是因为当时的秦始皇身上 就被那个一公尺的长剑 就是那么长的剑 结果呢 他当时想拔剑 但是拔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剑不是 有外面的剑翘吗 对不对 一拔就咦 卡住 因为太长的关系 因为剑太长了 各位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去找一根很长的东西 正面是拔不出来 越长越好用 各位男人都知道 所以他要一定的 那个长度的 所以当时你看 史记里面记者来讲说 下面大喊 王富健 王富健 这个富健什么意思呢 就是告诉秦始皇 跟他讲说 你背着剑 把剑转过来 也从后面就把剑拔出来了 像这个身心太宝这样 抽出来 才能抽出来就对了 所以我们那位金科 后来拿那么短的匕首 就被那么长的剑给砍死了 在当时的情况 所以这个历史故事要告诉我们 中国传统的这些刀剑的兵器 可能跟看电视的不太一样 那么中国传统的功夫绝技 总是真的了吧 我们就看到现在的新闻 中国的少林武僧 要超越自己的巅峰 挑战轻功水上飘的新纪录 他是真的可以在水上飘吗 任俊 对邱老师这种拿刀拿剑砍来砍去 我们完全不看在眼里 真的吗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 要增功夫就对了 没错 这个是一个少林武僧 叫做市里亮 26号的时候 在一个泉州的一个水库上面 表演了轻功水上飘 这个功夫好 厉害了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可厉害 他跑了六次 是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照片看起来很吓人 对不对 他就直接在水面上面行走 没有 因为这个是照片 不会动 感觉好像水很浅 对不对 但是我们要讲清楚 他其实有摆了那个板子 在水面上面 他用了一些的三合板 然后总共有一个100多片 接起来大概有120公尺 左右的一个距离 但是那个板子 基本上是浮在水 你现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的有没有 这样看起来就炫了 他就跑过去 你看后面 快跌倒的那个样子 跑不到对岸 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了 我们先讲一下 事实上他在之前 撑进 有没有看到 那个板子 所以他不是真的 在水上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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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要讲清楚 不然等一下误导的观众 他是踩在板子上的水上 但是那个板子 其实不好走 因为它很长 而且再来就是说 它下面 连接起来很长 然后下面又没有支撑 所以你踩在上面 其实你如果踩久 那真的会掉下去 那这跟综艺节目 我们看看游戏也有 你居然这样子讲 少林武生是正义节目 你是在捶 是 对不起 但最后还是掉下去 不不不 邱老师都认为 这跟百战百射差不多 这跟百战百射差不多 他有不懂是这样玩意儿吗 那艺人都会 旁边那么多人在围观 你不是艺人 那个板子是薄的三合板 是难度比较高 对 他之前曾经成功的跑了 飘了106公尺左右 这一次他要挑战118公尺 他把那个板子排上去 其实他前五次 都是失败的 你看他是摇摇晃晃 到后面其实没力了 这很累 因为我们去讲 你踩在那个板上 我们光跑 我们光一般来跑 跑这个100公尺 如果全力冲刺的话 其实很累 但是他为什么 甚至会水上飘你知道吗 他自己有解决 因为他有板子 不是 不要再看不起少林武生了 莫名其妙 但是他为什么是水上飘 不是 我跟你讲 因为他平常练功的时候 他就背着一个30公斤的钢筋 在那里跑步 他有讲 他说你不要觉得这很容易 什么综艺节目 他说你跑过去的时候 不能用整个脚掌的力量 踩上去 那踩下去就能够踩下去 那板也会破好不好 所以他必须用脚尖的力量 所以他等于是点一下就过去 点一下就过去 所以他一开始跑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刚画面上面 是已经跑到末期了 开始摇摇晃晃 他前面跑的时候 其实姿势是很轻盈的 所以要强调是 这真的不容易 他跑了100多公尺 后来跑了118公尺 破了他自己的纪录 一般人可能一公尺 一步出去就沉下去了 这个可能跑得快 但是如果要跑到100多公尺 我们想那个体力上面 其实消耗很大 但是他虽然达成了 这样一个破纪录 他也有他的困扰 什么困扰 因为他的困扰就是 我这一生独门绝技 能够飘这么远了 没有徒弟要跟我学 没有人要学这个 所以他也担心 后继无人这个问题 从中国的传统的绝技 我们再来看到 是历史真正的考古 为什么 因为在考古的 这个乌克兰这个地方 既然发现了一个 6000年前的神庙的一个遗迹 里面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证据 可以证明 在6000多年前 这个地方瑞莎的故乡 就已经有了文明 一个大型聚落的一个产生 这样子又要告诉大家 就是历史课本写的故事 不一定是正解 都会随着考古的证据 一次又一次的发现 而改写历史 邱老师 没有错 其实现在在乌克兰 发现的这个文明的话 称为特里皮利亚文明 那为什么说 这个文明这么重要呢 事实上是这样子的 其实告诉各位 其实如果对于 对于人类的 这个眼见的历史 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 其实除了所谓的 四大古文明之外 地球表面 每个地方都有住人 每个地方都有住人 对啊 以前看课本 都没写到这些地方 你以为写在那边都空白了 其实大叔都住满人 都说这个中国 是5000年嘛 这个更久 其实不止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我们 这个地方住人 黄而流月住人而已 在乌克兰 在黑海的这个 也内海连线 它其实都有住人的 而且这一次发现 在乌克兰发现嘛 对不对 其实乌克兰的周边国家 也发现了类似的文明 而且我们知道 那这个文明的话 大约有这一个 3000多个 类似的遗址 已经被找到了 但是呢 这一次的发现 其实挺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了这个文明 这个遗址的话 最重要的是 发现的神殿 你知道神殿 代表什么意义吗 代表他们要拜拜 对不对 有神殿的话就要拜拜 有信仰的话就有信仰 有信仰就有宗教 有宗教的话就有神棍 有神棍的话就有教主 就可以收一些 像用钱之类的东西 就统一江湖 盖更大的庙这样子的 所以其实 这个神殿的出现 代表宗教的出现 也代表文化的出现 在6000年前就有 6000年前 这个6000年代表什么意义呢 我们讲说 我们有5000年文化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节目 自己也讲过 其实我们在5000年 有一点碰轰的倾向 不一定那么久 其实没有那么久 我们大概3500年而已 可是这个6000年 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就是 挖掘出来的 遗址的范围 这么大 但是告诉各位 不要以为看到这个图 说古人好厉害 你看他们挖这个 遗址这个边 你看盖了多么的整齐 错了 其实这个是水沟 这是水沟 他们是水沟 这是现代考古学 在挖的水沟 后来挖出来了 怕淹水 那那个遗址在哪呢 在这个里面的 这个小范围里面 宽度大概是20公尺 长度大概60公尺 虽然没有很大 可是重点是两层楼建筑 不但两层楼 重点是楼上还有五个房间 这个了不起 为什么呢 因为五个房间 大家想说 我们家住的也三房两厅 加起来是五个房间 也差不多 这个五个房间算什么 但是告诉各位 6000年前 能够开了两层楼的房子 有五个房间 这个了不起 已经很特别了 因为同时期的中国 我们还是在半屑居 半屑居知道吧 就是我们像地鼠一样 外个洞住在地下 所以其实这个已经很厉害了 就已经代表 他们的文明是到了一个程度 对 已经到一个程度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其实这个文明本身的话 是属于像迷一般的文明 为什么呢 其实在这个 我们在从考古学证据知道 这个文明有个很奇怪的习惯 他们每个60年到80年之间 就会放火烧屋子 这个很厉害 这个种我饭的前辈就是他们 为什么要烧屋子 他们整个村子一起烧掉 那这个屋子烧掉的话 就时间一到就砍掉重练的习惯 就是砍掉重练 而且不断重练还搬家 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遗址的话 经常东搬西搬 东搬西搬 有一种说法讲说 这可能跟他们所谓的 这个刀跟火种的 火种的这个概念是有关系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以前是那个 怕那个土壤不够肥沃 所以放火烧林地 那因为火太大了 顺便吃地医生 不小心啊 不小心嘛 对不对 这个吃地医生烧了 所以顺便搬家 这个是文明的现象 就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告诉大家 有很多历史的真相 刮掘考古出来的证据 就真的很有趣 同样是讲历史 当然盛楚如说 新闻要告诉大家 就是也是跟这个伊斯坦堡 现在土耳其的首都 由来有关 一起看看 历史上的今天 西元312年10月28日 罗马在军事坦丁一世 取得胜利之后 结束了内战 重新统一 成一个庞大的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拥有悠久的历史 但随着文明的发展 时代的引进 不能避免的 也会在统治上面 面临不断兴衰更迭的过程 而历史上的今天 军事坦丁一世 就是终结分裂情况 开创罗马后期帝国发展的 代表性人物 当时在最高皇帝 戴克里先去世后 包括军事坦丁在内 四位有资格接班的奥古斯都 彼此斗争陷入内战 最后由军事坦丁获胜 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而他也成为第一个 信奉基督宗教的罗马皇帝 并且在他在位期间 颁布诏书 承认在罗马帝国的境内 都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另外在他统治下 还在当时的拜占庭 建立了新的皇宫中心 也就是军事坦丁堡 成为拜占庭帝国 未来一千年的首都 所以军事坦丁一世 也被史学家认为 是拜占庭帝国的创立者 而军事坦丁堡 就是现在大家所熟悉的 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堡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去年呢 在欧巴马大统领的背后呢 比首宇乱比一通 瞬间爆红的南非首宇哥 红到后来都还有 刚刚的广告厂商 找他去拍广告 就证明了事在人为 不要以为呢 好像在旁边比首宇 没有什么人看 其实只要有创意 够噱头 还是可以引人注目的 不只去年 有这个南非首宇哥 现在纽约也找到了一个 同样是宣宾夺主 小诚哥 我对这个南非首宇哥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讲 这世道上真是妖孽恨行 妖孽恨 人家曼德拉 这样一个追思会上面的时候 他比个首宇乱比一团 这去年是经典 什么是经典 当时还找了 真正的首宇老师 来看一下他 看不懂他比什么 没有 他有几个单字 他是有的 例如龙虾 真的有 例如反电 你知道吗 龙虾跟闪电 他是比出来 他后来有解释 他是怎么看到天使 他精神错乱 他就笑了 然后后来 不管怎么样来讲的话 人家就还可以拍广告 气不气人 是不是有广告 还乱比一团 不知道比什么鬼 是乱比的结果 你相较一下 现在前两天 在纽约比起来的话 差太多了 这个是认真的 那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我跟你讲 他换了一个地方 因为他表情 表情 因为当时的纽约市长 他是在宣布什么东西 就在说明一下 纽约市的 有关于伊波拉病毒 病患的一个状况 这很重要 很重要 仿制伊波拉 你看他市长 讲得那么认真 就所有的记者 通通在战场 在纽约市长 市长很闷 没有人在理他 你看看 我们看到旁边 比守员这位先生 你没有发觉 他表情超级丰富 我觉得会不会是 外形的关系 太大的那个 就跟少林足球 清宫水上飘也是一样 也是差不多 一定要有反差的效果 才会吸引到注意 不过我曾经以前的时候 有访问过这些 所谓比守语 包括专业的老师们 其实有没有 如果你比守语 如果再加上 有一些表情的话 你是可以强化你的 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 所以就是那些 需求的 这样子需要 需要看守语 才能够 才就了解到 他可能感受到 他的语气 跟他的状态 所以你看这夸张的样子 那个表情出来的时候 那想必非常严重 那一定很严重 你没看 这个吃牙裂嘴 郁闷成这个德性 你看眼睛 好像飘了半天 你有没有发觉到吗 你看旁边的市长 讲得这样子 很严肃 有没有 很认真 旁边官员 市长是镜头 被切掉的那一个 他正在讲话 也是继续在表演 我也不知道 他比什么东西 不过你不觉得 这是一种 很有趣的一个画面 其实他很富有娱乐效果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 这一招是可行的吗 而且这个跟南非 手语歌不一样 他比的是认真的内容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 损齐他的专业 那至于这个手语歌 不知道他比什么 我不是跟你讲吗 人家有认出来说 你这比龙虾 你在欧巴马大总统后面 比龙虾干嘛 那就被骂了 人家也不想吃海鲜 那可是被骂翻 可是他还反而因祸得福 因为这样而爆红 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跟你讲 妖孽恨袭 真的是妖孽恨袭 我们再看一下 你知道他在比什么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在比什么 他怎么让人家看着 他在比什么 因为他旁边的那个美眉 有没有 美眉也很无奈 美眉大概可能懂点手语 要不然你发觉 那个眼睛也在那边瞟半天 你不晓得 这样子是很奇怪的吗 但其实这个世道 好像现在都常常有这样子 越怪越能成 其实我还是觉得 是这个样子 你要把纯当娱乐的话 那你就走艺人路线就好 你就不要去污染到 什么的专业领域这边来 就分开就对 这个问题也出现在台湾 台湾的确也发生 这样的问题也蛮多的 就是常常有所谓的外行 领导